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鳳哥好悶啊 你們有什麼事要做 我很可憐, 突然被媽媽叫你收拾房 不是吧? 放假當然是看漫畫 什麼事? Bingo? 是什麼? 我什麼看她最緊張的部分? 歡迎各位進入蠔羽數字Bingo大賽 各位參加者需要一起合作 在地圖內不同位置的寶箱裡 找出Bingo9公格的數字 只需要成功連成一線 就可以獲得限量版的禮物 10分鐘倒數計時即將開始 準備好了嗎? 各位準備好了嗎? 3, 2, 1, 開始 不是吧? 還在罰牛豆? 快點找吧 11? 我找到11了 15 不過沒有這個數字 我找到3號 13號 不合適 21 我有21 21也沒用 唉 Vint, 我找到20了 我也找到了 32 22 32 這又不合適 還有3分鐘 蛤? 60歲的長者來3年2月8貨公司購物 玩泡文得獎遊戲 即口響買一送一的優惠 什麼? 不知道怎樣用泡文表達自己幾多歲? 等我告訴你 當別人問你幾多歲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回答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回答 要等你幾多歲 anus 即是歲數 在前面加一個年齡數 就可以了 那去買東西的時候 你又懂不懂得 怎樣用泡文去表達數量呢? 很簡單 只需要用數字 加上對象的句式 就可以了 就好像 就是一張海報的意思 要留意的是 當數量是一 或者二的時候 要留意名詞是陽性 還是陰性 因為數量詞 是要因應屬性而改變的 um 和um 都是一的意思 但um 是用在陽性名詞 而um 就是用在陰性名詞 例如海報的名詞是 Girdash 是陽性詞 那一張海報 就是um 而想法這個名詞 是Idee 是一個陰性詞 所以一個想法 或者主義 就要說成 Um Idee 數目節義 都是一樣的 Deutsch 用在陽性名詞 而Duesch 就是用在陰性名詞 例如 兩個蛋糕 就是Deutsch-Bolus 而時間上的兩點 就是Duesch-Zardesch 14 16 28 28 28 都是不對 對 最後一分鐘 還差一個數字 不是這樣也找不到 快點限量版禮物 36 我找到了 Diaquo 好棒 Diaquo Diaquo Patterpinsch Dodotus 恭喜 你們可以各自獲得 限量版的 浩宇字典一本 不用爭 又實用 浩宇數字 Bingo大賽 還有更加多限量版的禮物 等著你 蛤? 限量版禮物是… 浦文字典? 三言兩語百貨公司帶給你最新優惠 什麼? 怕平時買東西不懂怎樣說浦文數字? 讓我來教你吧 數字0至20的浦文是這樣說的 0 0 1 1 2 2 3 3 4 5 5 6 7 7 4 8 9 10 10 11 11 12 13 13 14 14 15 15 16 17 17 18 19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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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數字可以用10位數加上連接詞E 再加上多位數的句式表示 例如21就是… 20以上的數字可以用10位數加上連接詞E 10 10 20 30 30 40 50 50 60 70 80 90 90 100 100 是不是很豐富呢? 不想錯過精彩內容 就記得光顧我們三言兩語百貨公司 黃寬節 卡尼巴爾亦稱為嘉年華 說到嘉年華 大家可能會想起巴西的森巴姆 但其實巴西的嘉年華 最初是由蒲國傳過去的 黃寬節通常集中在2至3月舉行 可以持續幾個星期 並在天主教四旬旗的第一日前結束 在蒲國無論大人還是小人 都會穿著特別的裝束 戴上面具在街上狂歡 在某些城鎮 更加會有雜技演員 馬車巡遊等等的精彩活動 是一個充滿樂趣和色彩的節日 而在澳門 黃寬節也是土生蒲人社群 非常重要的文化活動 在土生蒲人的嘉年華中 會有佈滿土生美食的盛宴 肥茶 Shargordo 以及化妝舞會 Bile de Migareme 一樣都是這麼精彩的 在台灣中 都會有第四位 平安的街頭 有一天 平安的街頭 一天 最好